免費線上參觀金字塔 歡迎收看4月26號 報導正能量新聞的新聞最正點 本期新聞由 Find 100%有機珍珠藝人贊助播出 行動管制令來到第40天了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 鄭兵彥 新聞最正點 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首先讓我們來關注今天的確診人數 衛生總監今天宣布 大麻新增38人確診 累計確診達5780人 沒有人死亡 累計死亡人數達 98人 今天也有100人出院 累計出院達3862人 諾西山喜歡李佩玲的抗議歌曲 唱的Respect 100萬 得到諾西山的認可和喜歡 他透過臉書分享歌曲給諾西山 諾西山回復表示 我很喜歡這首歌 很感動 我認識李佩玲 他和我一樣都是被領養 情隊改編歌曲 改編歌曲 由吉隆坡警察總部樂隊演奏和演唱 接下來是商業資訊 超過40年良好銷售紀錄 保持年輕活力 其中的功效包括 美白去斑 抗敏消炎 利尿消腫 改善便秘 降低血壓 提升免疫等等 Fyne有機珍珠藝人是100%天然產品 融獲日本最權威的有機JAS認證 想要購買的朋友 我歡迎掃描二維碼 感謝Fyne 100%珍珠藝人 贊助本期的新聞最正點 讓我們有能力 繼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 交給國際組主播陳學生 你好 我是陳學生 馬上為您報導國際新聞 熊學省日行5公里 去圖書館溫書 美國的一名貧困的中學生 過去5年來 每天都來回走一段 差不多5公里的路 到圖書館去溫齊 現在他的努力 終於得到了回報 他不只是成功考入大學 而且總共有12間大學 願意錄取他 他說只要相信自己 就可以把困難打敗 沙蒂宣布废除鞭情 沙蒂阿拉伯最高法院 最近宣布了废除鞭情 當地單次判決的邊刑有時候會多達幾百下 所以之前就已經招致人權團體的譴責 現在根據沙蒂最高法院聲明 未來法官只能判決罰款與徒刑 或社區服務等人身監禁以外的處罰 免費現場參觀金字塔 你想念旅行嗎? 如今埃及的旅遊局貼心地推出了虛擬旅行 讓你在家也能夠有古蹟 位於埃及的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如今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 而平時需要付費參觀的埃及王后陵墓 如今當地的旅遊局已經將它開放線上免費參觀 這些3D模型都是由哈佛大學製作 裡面還附上了英文解釋和影片解說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掃描二維碼 雖然目前的我們只能夠待在家裡抗議 沒有辦法到處去走 但網上卻開放了許多免費的虛擬旅行的選擇 這些網站讓我們在家裡也能夠環遊世界 抗議的同時又能夠增廣見聞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不妨來一趟虛擬旅行 今天的國際新聞到這裡 接下來的時間將會給兵嚴 謝謝 如今網絡上有越來越多創意的防疫改編歌曲 而我自己本身也創作了10首有關新冠肺炎的改編歌曲 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盲仲》和《甜蜜蜜》 《盲仲》這首歌呢 今天終於在YouTube突破100萬點擊率 這也是我頻道成立這麼久以來 第一個破百萬點擊率的作品 我高興到眼淚都掉了 而且還特別去Tesco買菜慶祝 如果你們也有一個目標 追求了很久很久 終於達成 相信你們就能夠理解我的感受 我把我的感想分享在IG了 如果你們還沒有follow 就記得幫我follow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熱點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彥 祝你們夢想通通都實現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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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央一晚 我的夜涯 今央一晚 都会让我一样 今央一晚 今央一晚 但我一晚 我的夜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